五千金電報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下禮拜很緊張 禮拜三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大概沒有一次大選 像這一次美國國內 這個內部對立的一個壓力有如此之大 那另外夏瑞跟川普政策分歧的方向 更是這個是美國選舉史上以來 最值得做關注的一次 但這個本質在反全球化跟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了貿易壁壘跟關稅障案 那最新的一個發展在今天 包括金日報跟自由時報都引用了 美國商務部長在一個非常特殊的地點 跟非常特殊的會議當中 丟出了一個新的訊號彈 就是中國打入瘋狂投資半導體的動作 非常有可能使得 整個全球半導體的產能跟產業 在未來可見的數年之內 出現了產能過剩的發展 這個商務部長更提到一個重點 這個產業鏈 這個附加價值的上移動作 並不應該由政府的補貼行為來進行 所以這個商務部長到底所謂何來 那我們今天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特別是聯發科在大陸掛牌的子公司惠鼎 在上海掛牌已經在今天拉出了第15根的掌停板 連續15天掌停板 而這個市值直追聯發科的母公司 在今年新政府上台之前 這個蔡明介做了非常多的政策溫情喊話 可是似乎新政府對於這個半導體跟國家全球化的策略 似乎聯發科用他的腳用他的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選擇 所以我們從美國商務部長對於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發展的緊優 到聯發科把所有的子公司全面放生 到底要怎麼做一個解讀 我們稍後做個觀察 好 另外我們看大家常使用的FB 這個FB昨天公布了財報 雖然這個營收又有預期 可是股價在盤中跟盤後卻出現了重挫的變化 這個社群航路在過去10年 是我們生活必然的一個必需品 可是為什麼那麼快就走到了盡頭 新社群 新社交跟新經濟 是不是那麼快就要煙銷雲散 我們今天特別請教三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教的是我們其他大師蔡神蔡老師 好 第二位請教的是我們這個沖寶專家 阿斯匹林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分析師曾煥文大K 好 我們先將我們回來觀察 這個台灣現在只剩下半導體產業 具有國際性的故事 帶您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